那剛剛的那部分的話呢 正向喔 反正就是先輸出 這個 i 它會先從 1 開始 從 1 開始 那進來之後一樣會先把這裡面的回圈 這個部分先跑完之後 再來跑這個 跑完之後它又怎麼樣 它又回頭了 回頭的話呢 就是幫你加了 1 所以 1 再來變 2 2的話呢 進來之後的話 在這個地方再跑 所以 2 加 2 所以 1 2嘛 跑兩個 所以跑兩個星號 跑兩個星號說又回頭了 不過回頭之前 它會先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換航符號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跟剛剛那個九指神法法一樣 就是不會換航 不會換航怎麼樣 全部都接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地方 只是接一個換航符號 讓它串接 那全部呢 跑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 就是 print 把它 print 出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要特別注意 所以輸出的話 可以看到是這個是正向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反向的話 反過來 反過來是先輸出 13 個 越來越少的話 這邊有個關鍵 請各位看一下 range 部分 有沒有發現 負 1 本來是我們從1 然後豆點 可能到13 所以14為止嘛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們初始值是13 13然後呢 豆點1的話 他後面記得啊 這個step 預設值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1 意思是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說你加了一個負1的話 他會越來越少 13 12 一直到什麼 到1為止 到1 因為0停下來 所以就是13到1的敘述方式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 我們要輸出這個 這個J實際上是輸出幾顆星啊 那我們輸出幾顆星 一樣是從1 到什麼呢 到我們 因為是13嘛 他從I是13開始 所以呢 基本上 假如你第一次跑的話 他13 13加1是14嘛 所以等於是1跑到13為止 那1跑到13 剛好就是這些13個星 13顆星跑完之後呢 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換行符號 好 換行符號加上去之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因為他減1 所以這邊變成1312 那12跑到這邊的話 意思是說1到12啦 意思是跑12顆星 所以跑12顆星之後呢 再加一個換行符號 OK 那112推最後呢 跑到1顆星 那我們就可以顛倒 所以這個地方 關鍵就是越來越少 你可以用什麼 用-1來敘述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遇到的是越來越少的話 請記得是返向回圈 再來的話呢 這個我想正向跟返向兩個參照一下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個什麼 可能又稍微困難一點點 就是說我希望輸出的話 是這邊除了一顆星之外 前面怎麼樣 怎麼樣 還要幫我增加所謂的空白 有沒有 如果你如果增加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增加空白 關鍵的地方 基本上呢 其實就在這裡 程式應該跟第一個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就是說 我當它輸出星號之前 我要在前面放幾個空白 OK 所以第一次的話一定是一顆星嘛 那前面一定會有幾個空白 總共13嘛 所以扣掉一個 那前面應該是 我們需要有 理論上應該是12個空白吧 對不對 看懂這個邏輯吧 OK 這邊是幾個空白類似 所以我這邊有多一個A的變數 A的變數是從 因為總共13顆星 那我減掉I 意思就是說 我減掉它原來這一顆星的位置 OK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回來大概12 那我如果需要12個空白的話 其實很簡單 那你可以用裡面有一個常數是space 不過我覺得space太 你要去找那個比較麻煩 你倒不如怎麼樣 乾脆就串一個什麼 space的空白 不如特別說space怎麼輸出 這個地方你裡面就加一個空白就好 然後後面的話乘上什麼 乘上A 前面我講過了 你要乘幾個 意思說我要顯示幾個空白的意思 所以後面的話呢 如果第一次 那就是12個空白幫我串在前面 串在前面之後的話呢 再輸出一個星號 然後再來換下一個 那再來就是2嘛 所以13-2 那就11個空白 所以幫我串11個空白 然後10個空白 意思類推 一直到最後 假設他跑到13的話 基本上13-13 那就沒有嘛 沒有就不用加空白 所以這邊就沒有空白 意思類推 本來我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方法 可以輸出那個什麼 金字塔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因為好像輸出那個 他的那個位置 間距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輸出有點缺角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沒有0.5個星號 有沒有 他一定不會整除 所以看起來有點句子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玩玩看 也可以輸出星號 或者說你可以找其他 不一定是那個 不一定是用星號 你可以用其他的符號 看看有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 甚至之前還有人更變態 就是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耶誕數 或者輸出一些什麼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說 城市會越寫越複雜而已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總共會有三種變化 一 正向的 二 反向的 反向就是這個立法 關鍵就是-1 step 三 決定前面要不要加空白 加幾個空白 我們這邊加多了一個 這兩行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三個 就是有關那個 用負迴圈 輸出三角形的練習題 那這個部分講完之後 待會我們要再來看壞 不過剛剛寫過的東西 請各位再把它用壞號來改寫 比如說用壞號 直接幫我加總 就是加什麼呢 加1到99 怎麼寫 你會發現 其實兩個都寫的出來 只是說呢 他的寫法稍有不同 我前面強調 其實這兩個 4回圈跟壞號回圈 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但是作用不太一樣 什麼是用4 什麼用壞 基本上我強調說 我習慣用4回圈 主要原因是壞號回圈 裡面要多增加蠻多東西的 比如說那個1加到99 4回圈 算行數 你會發現 這邊總共有 假設4行 這邊的話有6行 光行數 你一看就知道應該選哪一個吧 但是有一些情況 還是非得要用壞號 好像比較好寫 所以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特性 當然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盡量兩個都熟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個4 就是用4回圈呢 輸出信號的部分 那我一樣呢 也有把那個剛剛完成的畫面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其他的變化題 可能可以自己再試著把那個4回圈熟悉一下 因為這個4回圈呢 相當的重要 以後用到4回圈的機會 相當的高 因為舉凡你只要希望讓 Python幫你重複執行什麼樣的動作的話 那執行幾次 基本上你都通通可以用4回圈來幫你解決 不過4回圈有個特性 你一定要告訴它哪裡到哪裡 可是如果有一種情況是 我知道開頭 但是我不知道結束點在哪裡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用4回圈就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4回圈你不知道最終那個數字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用File回圈 可能就比較好 因為File回圈後面是放一個判斷式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進到回圈 執行底下的程式 所以兩者的特性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你假設 或者要做一些判斷 可能就用4回圈會比較合適一些些 那這些4回圈、4回圈 基本上任何的程式語言 用法我想都大同小異 雷同的 只是語法 可能表現的語法不太一樣 在Python裡面 它非常強調那個說牌 就是那個階層 所以特別注意 你那個階層一定要 務必要按TAP鍵 然後也不要加什麼空白 有的同學不曉得按個空白 結果就不對了 還有像File回圈 哪一接哪一接 像那個兩重回圈有同學 對那個 哪一個是內回圈 哪一個是外回圈 好像有點搞不太清楚 這個可能要稍微再花一點時間 去理解一下 因為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未來差一個階層 結果就是不一樣的 OK 請各位稍微把這個 剛剛這個 星號輸出的練習題 稍微練習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File回圈的部分 於是 你還好嗎 沒有 沒有 我們 在這裡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